早上好,犯着昨夜美梦,呼吸舒爽穿风,今晚美丽曙光,带着美好渴望,为了心中理想,行新的一天,开始新的生活,充满净土阳光,时间的渡口,我们都是过客,有些风景,不必在意,有些誓言,不必认真,默默守着自己的一片天,用心微笑,用心请走,用一颗美好之心, 看世界风景,用一颗快乐之心,对生活阻碎,用一颗感恩之心,感谢精力给我们的成长,用一颗宽阔之心,防容原始对我们的伤害,用一颗拼缠之心,看人生得失成败,生命是到计时的,选择是往前看的,未来是说不清的,生活是到不尽的,辉煌总会来的,回头总会过去的,命是要新的,愿是要开的, 人生是需要无的,生命是需要爱的,人生就是这样,得失无常,付出,就是最大的收获,心安即是福,能做即是福,欢喜即是福,心宽即是福,能施语的人,比受试的人更有福,真正的不失,除了无欲无求,还要勇敢的恩心,当您看淡得失,无畏成败的时候, 搬到顺风顺水,遇纳成祥,人生最宝贵的,就是有一颗平常心,远离混浊,平静如水,为世界五色所获,不被人生带位所谜,引路靠贵人,走路靠自己, 成长靠学习,成就靠团队,人生的奔跑,不在于瞬间的爆发,而在于途中的持续,很多时候即使累了,也不要轻易停下脚步,因为我们放弃的,不只是一个人生事业的机会,更是一份责任,希望和梦想,每天送给自己一个礼物, 那就是学会尊重,感恩,自我鼓励,人生,看透不如看淡,不要带给自己烦恼,也不要带给别人困扰,对自己好,就要用心,对别人好,就要关心,看别人,烦恼起,看自己,智慧上,体谅别人,就会做人,清楚自己,就会做事,生活活着酸酸甜甜,日子却是平平淡淡, 沧海的人生路,与其重拾曾经的残缺的美丽,不如放眼还在路上的风景,因为从来不曾相信破碎的花瓶,还能恢复曾经的美丽,同一装饰,计较得少则少优,计较得多则多优,同一个问题,看到光明的一念则喜,看到灰暗的一念则丢,人生的苦乐,不在于碰到多少事情,而在于心里抓着多少事情, 简单一些,积极一点,烦恼自然会少了一些,清空心里的阴霾,心静才能心静,心静才能舒心, 祝朋友们,生活愉快,心情舒畅,吉祥如意,幸福安康,心想事成,和家平安,才开心心度过每一天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订阅本频道,订阅更多相关资讯。